没title的人 人走怎么茶不凉 去年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 就是人走茶凉 他就辩证思考人走茶凉 就是很多人常常都在哀 人走茶凉 那结果有些人讲 人走本来就要茶凉 因为你是客人 我在那边烧水 烧水水水给你泡茶 你走了我火关了 那茶怎么不凉 茶为什么不凉 你还要再回来喝 对不对 那人走茶凉本来正常 不在其位不谋其正 本来就叫人走为什么茶不凉 有人讲这句话就讲给江泽民听 你走了吗 凉一下 人走为什么茶不凉 可是邓小平人走 为什么茶不凉 结论就是没走 没走 他没有title有power 那才是真的 所以到底在不在其位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东西太现实 我再讲个例子给你听 我一个学生 他在一个 他这单位本来当个经理 和当个主管 那主管现在都流行line 对不对 所以他的团队就有个line的群组 那他后来被调职了 调到另外单位 那一个新的经理就进来了 那我学生也没想到他名字还在line的群组里面 那新的主管有一次碰到我学生 就问他说大哥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好像你一路好走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他紧接到 他就跑来跟我讲 好现实 我说不是好现实 你搞不懂 本来你就该走 你们这些好朋友 你可以另外找个群 你不要留在里面 我是新的主管 我可能要来跟我的主管 跟我的同事们宣布一些布达什么事情 讲个什么政策 那你是前朝的 你是旧人 你干嘛在里面听 搞不好我的政策跟你的政策是不合的 我干嘛讲给你听 对不对 那你本来就该走的 那不是说现实 本来就这样 我不想要各位 你们回去检查一下你们的群组 我有参加有些群组里面 哇 大家很活跃 很活跃 吵死了 对不对 虽然我把那个什么提醒把它关掉 跟早上起来发现好多数字 尤其我们这种年纪 人到中年 就喜欢怀念美好的过去 什么东西特别夯呢 同学会特别夯 那我一些小学同学 我隔壁班的 也把我拉到同学会 哇 他们那班真热闹 台北谈完了美国谈 美国谈加拿大谈 因为时差永远都有人在线上聊天 你知道 你早上起来 手机打开靠200多个 这怎么回事 我赶快点开再关掉 把那数字弄掉 不然两个人讨厌 你知道吧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退出 一退出 你来讲某某人退出 有人就说 你什么意思 对不对 我也不好意思退出 对不对 这那很麻烦的 就是我们这种人年纪大了 就开始有同学会在取暖 他就只有一圈 那有些人呢 他就弄个群组 是没有用的嘛 没有用的是没有互动 没有互动就叼尾了 就哭掉了嘛 所以大陆不是有一篇文章写了 人家就制青春 对不对 还被文章说 制那些已死的群组 对不对 没有用 当初你组的群组 你都有怎么样的 怎么样的 对他很高兴 但是后来发现没有用嘛 那是很多时候 就是地盘嘛 地盘呢 那地盘就回到 为什么讲到这个呢 我们就讲到人走茶凉嘛 对不对 你走了 你就本来该凉 你不要老在那边喝茶 邓小平没走 没走才解释了 为什么没有title 我告诉你 他是怎么南巡 他有军舰呢 一般的普通党员 可以有军舰去南巡呢 这党员也太大了吧 贵党也蛮有钱的 普通党员还可以租军舰呢 租军舰去南巡 沿着长江怎么走去南巡呢 一边讲话 干什么 就鼓励这些人 你们要坚持改革 非常非常重要 坚持改革 南方考察后 邓小平完全退出了公开的政治活动 并且绝少在公开场合出面 但是邓小平 邓小平思想的理念和政治方针 以邓小平理论之名 始终得到贯彻 他被官方誉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但是这个你都听过 但是最有意思 我觉得是后面那段 他自己却说改革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 所以呢 他的理论就是不争论 不解释 不争论 为什么不争论呢 摸着石头过河是什么意思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你不要讲我对不对 检验一下 我跟你争有什么意思呢 不争 所以你说他最后 他晓得什么时候该收 他改革开放的时候在讲些什么话 他在沿途走沿途改革 后来我就看到邓小平的一些幕僚啊 什么陪着他这样走到哪里看 当地的这些官员都要陪着 都要陪着 然后邓小平就开始讲讲讲 那么就是有的人也跟邓小平说 哎呀他推动什么好像中央不太配合 不太配合呢 或者怎么有什么问题 他马上就跟中央打个电话 那中央的政策整个就过来了 甚至他在南巡时候说 那总书记能不能过来什么 总书记绷一下就过来了 我跟你讲 那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非常大的 所以在这时候呢 他就给各种鼓励 坦白讲 没有邓小平南巡的这走一圈 这个鼓励 这个东西就推不动 推不动 那人们也发现了 为什么南巡而不北巡呢 那中间有一个讲法 就是其实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的 都是沿海的城市 你想要推动中国改革 都从沿海往里面走 而且 而且还有一个 就很多都是被殖民过的城市 带来比较新的想法 就沿海你看沿海 你说天津啊 或者上海啊 或者说是广州啊 什么外国人多的城市 开始往里面推动 往里面推动 所以你看中国是变化很大 你看这个 凡是沿海的 广东跟广西就不一样 不要讲别的什么想法不一样 有一次我去广东上课 有同学是广西来的 他跟我讲个笑话 讲完笑话以后 广东的同学在旁边听 听完以后我就笑一笑 广西很高兴 因为讲了笑话 老师也会笑嘛 很高兴 他就走了 然后那个广东人就跟我讲 老师 广西人真的不懂 这个笑话 老笑话 我们去年就流行过了 他们今年还当个宝来讲 就是他们的接收资讯太慢了 所以他就南村 北方通常来讲 比较思想比较落后 而北江北方 中国一向是保守的权利 很多都在北方 比较能够推动改革的权利 是在南方 更何况深圳啊 什么这些改革 那是邓小平之后 他的政策 他下来加把劲 往下推 往下推 当他这一圈走完之后 不讲了 不讲了 而且你看 他不讲归不讲 那他的想法 思想理念 政治方针 即邓小平理论之名 得到了贯彻 邓小平死了以后 他列入党章啊 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列进来了 你想不 那三个 这绷下这样进来 所以他的整个摸着石头过河 整个不争论 而且我最喜欢他的一句话 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虽然有人批评说 你这再来大陆严重的贫富不均 可是如果没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你的经济根本起不来 1992年1月20号 邓小平到深圳的时候 我们看看他南巡讲话 讲了些什么话 他说呢 深圳重要的经验就是敢闯 没有一点闯的精神 没有一点冒出来精神 就没有一股气啊 静啊 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走不出一条新路 干不出新的事业 不冒一点风险 办什么事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万无一失 那谁敢说这样的话 对不对 你都说百分之百 那谁敢说这样的话 一开始就自以为是 认为百分之百正确 没那么一回事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为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 敢于试验 不要像小脚女人一样 看准了的就大胆是大胆的闯 我跟你讲 很多人就讲说 他们开始怀疑 他们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那叫闯 闯 我总觉得他这是一个本事 你知道吗 各位你想想看 我们本来讲说 1978年以前我都还懂 但1978年改革之后 照理说1980年代 整个社会眼前一亮 那为什么改革中间会顿挫呢 它一定是有些问题出现了 一个问题就是 有些人开始觉得 到底贫富不均呢 有些人说 我们到底是社会主义 还是计划经济 还是怎么样 对我们到底哪一个 于是意识形态上开始怀疑 因为当你说什么东西都可以的时候 你就没有个标准 那中国大陆他很习惯的 就是要有一个标准 中国人很喜欢讲 你有个标准 那我能够做 那你没有个标准 那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所以就变得中国人一般想法 是没有开创的精神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是好管 就是标准我照着标准做 共产党统治以来不都是这样吗 或者你往前再走 咱们中国人的个性不都这样吗 对不对 我们就是标准 那你告诉我 这也可以 那我也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 对不对 忽然你把我干掉了 那怎么办呢 那现在中国大陆 常常也有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 大陆上怎么讲大陆的状况 它没有规则 很多大陆人跟我抱怨 他在美国 美国他就圈一个地 你们羊在那里面吃草 只要你在框框里面 就可以了 中国大陆犯的毛病就是 我没有画框 我就放个草给你 你们来吃 那你很高兴 吃了很肥了 狼就跑出来 把人吃掉了 那你不告诉我 哪边可以吃 你怎么不放框框给我呢 对不对 他们也没有政策 所以常常政策在变 他们也不放心 老百姓不放心 官员也不放心 官员不晓得该怎么走 于是邓小平就讲说 你要闯 所以你看他那道深圳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到香港 后来死掉了 来不及去香港 所以各位你假如到深圳 不是有看到邓小平的一个像吗 邓小平的一个像就是 他看着香港人在走路 他跨大步 他很希望最后能够到香港去 结果后来只有在深圳留过铜像 看着香港 没过去 没过去 他也是 现在看着香港人在走路 没过去 大家看到 相互 请 感谢观看